苏尔鱼是对上范子铭 然后胡金秋去对于长洞 再现一个远头直接命中 看来苏尔鱼的身高 比范子铭差的有点多 所以说是新疆这边跳到球 苏尔鱼是对上范子铭 然后胡金秋去对于长洞 再现一个远头直接命中 看来苏尔鱼 今天开场的手感非常不错 这个 肯定不要那么期待 范尔铃萌呢 今天啊 这往下球走得很快 是 转机三打二直接上了 这球吹了胡金秋的犯规 这球吹了胡金秋的犯规 两个人加 防得还不错 这直接感觉打不了阿部落啊 外线只能强投啊 这球护到脸上了都 篮板球 这边直接行到二打一的机会 给他稍微早点开空间 这边防备 对 外线很好的空外 好球 又是来自曾定序的主攻 其实就是亚当斯离队之后呢 我还是非常期待曾定序的一个发挥 因为就是 罗格斯 三个人加 正面机会出来了 再来 阿部多的这个状态是非常不错 是 这样孙明辉得分上双了 十分球 阿部多杀的我二加一 马上回应 这个得分非常关键 因为刚才广杀已经追的只差一分了 今天怎么打怎么有 啊 这个个人能力 乐森今年的三分九名中率比去年跌了一大块 好球 在南下很耐心 这球没有贪功啊 还是不错的 就拉开了 反正弄强弓篮下 没有打成 哇 好球 再来一个 又是沙拉木 篮下漏了 没给 战术是打出来的 但是并没有传啊 背对篮 好球 分身跳投打板 非常稳健 我加进来了 分身跳投 哇 就比较犹豫看 攻的不带点啊 阿部多杀 我马上回应三分 然后在篮筐上方被打出来 我们看反击 登陵雪一跳拢 这就比较麻烦 就是你刚得一点分 比分差距回来呢 是 马上被对方打反击 其实我们看伯勒西斯在国家队的比赛 他打的还是非常勇猛 他是国家队的内线核心 好球 阿部多杀勒姆 还是今天防守啊 能够更多更早的出现呢 可能场上局面不会是这样 阿部多杀勒姆非常轻松的做到篮下 赵银豪是根本顶不住 这样沙拉木已经来到了33分 保证好好的身体 然后呢 就是更多的实战经验 自然而然呢 小丁 他的支配球能力 和他的突破要比沙拉木 所以呢 相对来说 他大部分的进攻模式都选择 面对面框打面 这也是由主教练亲自为他来颁奖 那么这最均进步球员的英文缩写是MIP 阿部多也是之前说了 要把这爱变成V 咱们看看能不能实现 第一集跟随我们的桥档舞 和你留意 也要再次感谢新疆广会 系统的同学者的公司 对面CGV的赛 和新疆广会认为特殊部 长久以来的支持 掌声 再次感谢一下 OK 谢谢两位反向嘉宾 谢谢 咱们俩 作为我们的 莫奖救号 在每一个反向演义当中 都需要发表一下 莫奖的概念 其实分下两张不过接听号码 现在信得没有 谢谢 然后 演会议计划 都在 共产体育馆 都在南山 做到那些 和莫奖演义当 这个奖的地方 其实对我的认识吧 也是对我的 反对每个人 当然也 在新疆认队 也有新疆 包括 就是 支持和信任 这个奖 对于我来说 带着筹队进步 与出品上的进步 可以提供 OK 下一个活动时间 我相信 下一个活动的投票 你会在每一位 丑民的支持 有什么话 想跟丑民说吗 关注好了 说好 感谢你丑民的认识 所以下一个活动时间 上一个活动 下一个活动 再次送给 他 吾 下一个活动